1600新经济的时间了 外资热前大逃杀 近期新台币会价震荡 今天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时间交给舒函 好谢谢丽如 确实今天又是持续走扁了 走扁了3.6分 收债的是多少的价位 31.798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那我们看到持续走扁的一个趋势 从7月份以来就一直跌跌不休 7月累计已经重扁了2.59 到了8月10号已经合计走扁了3.32角 现在央行就表示呢 其实下半年来啊 新台币贬值的幅度已经来到多少呢 1.97%了 真的已经成为表现最弱的雅币 那我们其他的币别来看到 像是菲律宾的批索拉 印尼顿都是重挫的 但其余币别其实都是走升的一个情形 这波贬是来自于三个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到外资卖超 以及股汇市的一个汇出状况 还有投资人追捧海外债券的部分 所以现在台币面临的 应该会是一个短期32元的一个保卫战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进口的通膨虽然是和缓了 但是出口表现持续不佳的情况之下 央行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打算要来出手调节 所以也显示目前台币的一个走扁呢 依旧在他们的容忍范围之内 不过大家还是会很关注说 台币到底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走升的一个转机 这个时候就要来看美国的态度了 到底美国的联准会什么时候会转为鸽派 以及我们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什么时候景气转趋上行 一旦这两个讯号出现之后 台币又因为这个基期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反弹的力道其实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所以第四季的走势就会变得非常的关键 那么同样疲弱的还有薪资状况 主席总处发布了相关数据 显示上半年的实质总薪资 呈现新年来的首次衰退 再请舒涵告诉我们 好确实这主要就是通膨的影响之下 真的把我们的薪资默默都吃掉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到2023年上半年全体受雇员工的 经常性薪资是落在了45357元 其实是照同期都是上升的 你也看到总薪资也是一个上升的幅度 但是我们把物价的这个变数 加进去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实质性薪资薪资呢 虽然是年增幅来到0.14% 但是实质的总薪资却是年减的 年减幅度来到0.73% 这是七年来首次我们见到一个衰退的现象了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也比较堪忧的 就是受雇员工的人数 年减了3.3万人 主要这个数字也是呈现金融海啸退去之后 14年来同月表现最差的 还是出口再衰退 冲击到整个就业市场了 那么现在加班的工时尚也反映出来 去年的7月份开始 已经连10个月都是呈现年减的一个状态 除此之外呢5月份虽然因为汽车零组件 制造业有一些集单 所以工时转正 不过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因为到了6月份就转为负成长 而且年减了0.4个小时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不管是薪资还是这个加班的人数等等 还有工时的部分 都是呈现双双衰退的情况 好波根据金管会统计 在刷卡额表现方面民众毫不手软 6月首度冲破了5千1大关 详情再交给舒函 确实这个也未必代表说 大家好像不手软 应该是说我们被万万税逼得 必须要来刷卡 所以我们来看到到底6月份 有哪些税要逼得大家来这样刷卡 包括了纵手税 房屋税的部分都纷纷登场 所以这当然也贡献了 很大幅度的一个刷卡金额 6月的刷卡额首度冲破了5千亿 来到了5281亿元 这个水位这是创下历史新高了 而且上半年就刷出了2兆105亿元 年增幅来到36.02% 而且4月整合银行增加了 超过200亿元的一个额度 中信银 玉山银 国泰士华 台信银 其实都有好表现 尤其光是中信银的一个部分 光是他们一家 在6月份就刷出了1218亿元 而我们也看到下半年持续来预估 应该都是看窍的 因为包括旅游跟消费旺季都来到 所以全年应该会上看3.8到4兆元 那在非现金支付的部分 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来看到交易额已经来到了3.63兆 这已经是达成全年目标的6成了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交易比数好像有点脱钩 不过主要是因为除值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造成这样脱钩的一个状况 除了财经重点 欢迎扫描旁边QR Code来下载我们的APP 以上今天的新经济提供给你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